下山了,然后他就说他家里边有事情 但是具体的什么事也没跟我讲 也没跟我说,我才不知道的 但是我也没有想到 我也没有想到他出了这么一回事 我也没有想到 但是我现在知道这个事情了 我也会去了解一下这个情况好不好,家人们 现在了解了,我会去了解这个情况 等了解到了,我相信如果他自己不情愿 我相信老板和我们两个都能办得到他的 家人们,不要担心了 不要担心了,这个事情好不好 不要担心了 来,咱把灯牌 灯牌走一波,家人们 咱把灯牌走一波,家人们 能处理好的,家人们 相信我,会把这个事情处理好的 如果是真实的,会处理好的 家人们,好不好 刚刚我给他联系过了 有家人们说打电话 刚刚我跟他联系过了 可能他那边是坐车还是干嘛 也没有回我消息 等他方便了,应该会回我消息的 这边 然后现在老板也不在 等他回来,我就给他反映这个情况 好不好,家人们 你们也不要太过于去担心 他找到了 就没回我细心啊,家人们 也没回我细心 回了,我就会了解这个情况 你就是在那里 我就是在乐山马别这边 家人们 那个小方 我就是在马别 四川乐山 王大美女 你是谁 我是谁 你问问家人们 我是谁 你这样问我 我也不知道我是谁啊 我怎么跟你解释啊 是吧 来咱把灯牌走一波啊 家人们 咱把灯牌 左上方 黄色的小信息啊 家人们 我不是回家过年了吗 我没有回去过年 我们其实我们这个移植的话 11月份就已经过完移植年了 啊 现在也 就是 怎么说呢 现在也 不会存在说啊 过年干嘛的 是吧 主播我不懂 我不懂就 给主播点关注 主播以后就给你 以后给你说 慢慢的 你就认识我了啊 王大美女 走啊 再习尝试吧 你不是在老表那里吗 小方啊 因为我今天有事情 老板过来了 老板过来了 然后我们两个在谈事情 虽然我们就就我没有去上上 去老表那里啊 然后对 这两天把手头上面 事情处理好了 成绩的这么早 对对对对 然后刚刚忙完 这边的没事 我就给家人们开开直播 聊聊天啊 家人们 等忙完了 我就上去帮一下老表 然后帮忙完了 我就会 回到公司这边啊 上班 你娶了阿姨莫吧 她好可怜娶了她吧 虽然她有事 虽然她有事 我也不能说 啊 你嘛 我就为了帮她 去把她娶回家了呀 家人们 是不是 对不对 我也不能说为了帮她 或者是怎么样子 她可怜干嘛的 我也把她娶了呀 不能这样子呀 家人们 对不对 阿姨莫现在的年纪 对不对 她更应该做的是事业 更应该做的是 把工作做好 对不对 她现在还小 对不对 曾经理认识小方吗 我不认识 我不认识 但是 接来我直播间了啊 她肯定是 也是曾经理的 家人们一样的 对不对 阿姨莫她和我两个 只是一个工作的 一个关系 我也不能说 因为她出了什么问题 现在出现这样子的问题了 我就把她娶了 对不对 这也 不是一个很好的 一个解决方案呀 家人们 你们说对吧 对不对 你们说对不对 婚宴的事情和感情的事情 咱也不能开开玩笑 对不对 随便为了去帮助某一个人 我就和她成家干嘛的 这个也不现实 对不对 要去娶一个人 又去结婚 谈婚 论嫁干嘛的 这一系列的事情 是很复杂的东西 都要通过 对不对 很多 一系列的事情 我们才能走得到那个 那个阶段呀 对吧 家人们 再一个 我对阿姨莫 就像我对自己的妹妹 亲生妹妹一样 是不是 我也不至于说 为了帮她 或者怎么样子去做 去做这些事情 是不是 其他的事情 我们可以一时的冲动 去做一些事情 其他的事情 但是 自己这一生 或者自己的利益办 一生 很重要的事情 我不能瞒不的去 为了去帮助某一个人 我就和她干嘛的 对不对 咱也不能这样子 我相信 咱们每一位 在直播间 咱们啊 一千五百人 我相信 不可能说 自己嫁人也好 自己娶媳妇也好 对不对 不可能说 忙不得去 做这些事情的呀 对吧 因为婚姻是 一辈子的事情 对不对 两人的感情 也是一辈子之间的事情 不可能 一瞬间 我就能 和某一个人 就立马 去组建一个新的讲题 干嘛的 对不对 肯定不能 这样去说的呀 家人们 来咱把灯牌 点一波 家人们 是黑粉说的 你不听 也不用回答 好的 好的 家人们 但是咱直播间 没有黑粉 也不热闹 对不对 有黑粉 他们能够给 咱们 带来 快乐 是不是 他们能够在这里 黑 陈经理 说 他们根本没有了解 陈经理是什么样子的一个人 陈经理下午好 好久不见 你是不是好久没有看陈经理直播了 是吧 我这两天 一有空 我就给家门开直播 那个快乐一生风雨同行的那个家人 是不是好久没开直播了 感谢送来的灯牌 以前阿伟介绍阿姨莫给助理小王 小王都不要的 不管他要不要 对吧 不管是什么样子也好 对不对 咱们能帮就帮 对不对 不能帮咱也没有办法 但是我相信 如果阿姨莫真的是遇到了困难 他给咱们提出来了 对不对 家人们也好 我和老板也好 我们会想尽一切的办法去帮助他的 对不对 陈经理你这么帅这么有能力 千万不能要这个 也 那个王贤币的家人 也不是这样说 对不对 只是说我和他两个不合拍 然后 更多的是咱们是工作关系 根本就没往这方面去考虑这些事情 如果去考虑了 我觉得可以 是不是 也不是没有这个可能 但是 曾经你带阿姨莫 就像自己亲生的妹妹一样 对不对 好多回忆 好多回忆吗 你们听不清楚我说的话吗 现在 家人们 你和阿姨有夫妻相 没有这回事 家人们 咱就不带这个节奏了 好不好 感情是一生的事情 更何况 走到这个谈婚论嫁 我相信家人们都是一步一个交易 亲生经历过来的 对不对 是吧 感情和谈婚论嫁这个事情 我觉得 不是一两天 或者结束一两个月 两三个月 甚至一两年 就能 走到谈婚论嫁这个地步的 家人们 对不对 你们都是 亲生经历过来的 我相信都有经验 在全经理直播间的 每一位家人们 我相信都是有经验的 在感情这一块上面 和 去一个 跟一个 他人去组建一个新的家庭 我相信 我的家人 每一位都非常 甚至比成经理都还有经验 对不对 所以咱们也不能带这个节奏 成经理就为了去 把阿姨默或者也好 做好事也好 对不对 我也不至于说 去给他结婚 然后去组建一个 属于他和成经理的 一个喜乐家庭 也不至于 对不对 家人们 缘分到了什么都可以 不用解释 是这样子的 家人们 对不对 那咱们把灯牌走一波 后面进来的家人们 对不对 谢谢你们送来的小信息 家人们 我只是现在才知道 阿姨默遇到这样的困难了 家人们跟我反应了 我才知道的 如果他是 自己不想那样子 去收到父母的一个 听从父母的一个安排的话 我相信 不管是遇到什么样子的困难 我们都会一起把它解决 一起去面对的 对不对 我的家人们和老板和我都会去帮助他的 家人们 你们也不要太过去担心了 好不好 站在点一点 咱们站在也点一点 阿姨默已经回家了 回家了 但是我没有想到他会遇到这些一系列的事情 我没有想到 现在我知道了 如果妈妈 不管他妈妈做了什么 如果他自己不想 不知道他有没有给我发信息 我还给他发了信息呢 他只是给我发了 他说他回老家了 但是他没有给我表明这个事情 知道吗 家人们 曾经理你不适合阿姨默 阿姨默本质不是善良的孩子 其实咱也不能这么说 那个用妇快走的家人 其实咱也不能这么说 我相信每一个人都有他的缺点 也有他的优点 对不对 有他的缺点 也有他的优点 不管任何一个人 都有他的缺点 也有他的优点 我相信每一位家人们也是一样的 不可能 任何一个人 都是只有优点的 而没有缺点的 对不对 其实阿姨默这跟九孩子呢 除了年龄还小 很多的东西 他还是懂的 他还是懂的 对不对 所以不管是曾经理也好 家人们也好 是吧 也可以接下来 你们在他群里面的 也可以接下来 就是在群里面 好好的跟他说 如果是一位提父母的 然后想着回去干嘛的 对不对 也多跟他说说 他现在这个年纪 更应该做的是事业和工作 而不是去当心 家里面才没有眼 以后的生活 该怎么过 并不是这个年纪 该担心的问题 对不对 家人们 咱们也可以去他 跟他说一说 不然的话 他真的是听了父母的 去干嘛的 因为尊重他自己的父母 所以就受了父母的制约 去嫁人了 干嘛的 我觉得这样子的话 太可惜了 真的 他这个年纪真的 太可惜了 这样子的话 感谢欣赏啊 送出的灯牌 送出的小星星啊 家人们 一月份 他妈就给他 停了期 没有 这个事情就没有跟我说 阿姨墨 他在我这边 也没有给我提什么 想不想起这回事 是吧 也没给我提过太多 太多他家里边的事情 因为我也没有去问 我更多的是 教他这个工作 干嘛的啊 这些怎么做 对 阿姨如果提了他 提了他父母的 就真的是 又毁了他的一生 他会错过很多的机会 对不对 家人们 他现在这么优秀的年纪 对不对 如果 去当西 怎么样子去 组建一个新的家旗 当西才没有油盐的话 我觉得毁了他的一生 就像家人们说的一样 对不对 所以 作为我来 也 我来说也好 你们家人们也好 多去 跟他灌输一下 这个思维 好不好 家人们 让他好好加油 怎么想想工作 怎么做 对不对 不要去 听从父母的安排 因为 受了父母的资约 让他去 做这些 结婚 干嘛的 好不好 家人们 其实我也 觉得 阿姨墨 这个孩子 除了年纪 还小 对不对 以后 应该是 能 出戏的 以后 应该是 能出戏的 妹妹说了 直播以后 不开了 我会去帮他的 家人们 你们也不要 太过去担心 但是同时 家人们也和他 多发信息 跟他说 好不好 少数民族 也是中国人 婚姻自己 是 是这样子的 但是 有些细节的东西 还是 思维 各方面 还是那么的牢固 还是那么的牢固 特别是 这个小梁山和大梁山 都有区分的 特别是大梁山这边 还是思想 各方面 还是那么的牢固 是 我也希望 阿姨妹妹 能够变得优秀起来 更不希望 她现在 回一趟家 就 为了父母的职约 她就去 成了家 干嘛的 因为她毕竟还小 对不对 毕竟还小 她的机会有很多 将来她走的路 也很长 对不对 不应该说 现在这个年纪 就要走到这一步了 对吧 因为我相信 每一位家人 都是这么走过来的 对不对 对家人们 咱打一波 扣一波 公平上面 正能量 好不好 家人们 咱打一波 正能量 家人们 咱把站车点一点啊 知道吗 咱把站车点一点 然后还没点亮灯牌的 咱咱也都把灯牌点亮 点亮 家人们 后面进来的家人们啊 咱不会点亮的 就算了啊 家人们 所以有时候 在这么优秀的年纪 就承受了 她不该承受的一些东西 也是蛮可怜的 早就点了 谢谢 谢谢大姐 谢谢点大姐啊 点了 那咱就不用点了啊 没点的 咱就后面进来的家人们 咱把灯牌 左上方黄色的小星星 点一波 家人们 感谢你们送来的人机票啊 谢谢家人们 老板在外面办事 老板在外面办事 然后等他回来 我会第一时间 给他反应这个情况的 家人们 啊 感谢 家人们 送出的小信息啊 咱啊 没事的就进来聊聊天 唠唠嗑 啊 我也 我也喜欢跟家人们聊天 平常没事就 给家人们开开直播 我会帮他的 家人们 放心好了啊 我会帮他的 他这边 他这边有什么困难 我会帮他的啊 他就像曾经里的一位妹妹一样的啊 亲生妹妹一样的 家人们 我刚刚刚有给他发信息了 他还没有回 可能是干嘛 坐车还是干嘛 啊 家人们 你们不必太过去担心这个问题 然后你们也可以在他 然后你们也可以在他群里面 多说一说 啊 让他好好工作 不要浪费了这个年龄 他现在这个是黄金的年纪啊 对不对 更多的应该是要去做事业 对不对 不应该 现在这个年纪就要 谈婚论嫁 我更希望